熱帶天堂馬爾地夫位於印度洋 是全球地勢最低的國家 50萬人口生活的家園 因為快速上升的海洋 面臨生存威脅 馬爾地夫居民穆巴瑟婦女 見證了島上的戲劇性變化 所以Sara的生命中五年 她知道是每次沿逃 每次沿逃 哇 水會在你家裡 可能到這裡 2公斤 當地居民因為海平面上升 失去的不僅僅是土地 還有新鮮水源 木巴瑟的水井被鹽水污染 就像全國97%的人一樣 他們不再有新鮮的地下水 現在只會從天上 從天上 你們有足夠嗎 沒有 我們沒有足夠 我們想要到最終的年代 我們正在感受到現在 美國廣播報室 ABC新聞記者 造訪名為葫蘆瑪利的人工島 首先要務解決過度擁擠問題 這座島的建造高度 比起馬爾地夫其他自然島嶼 高出海平面兩倍 馬爾地夫人稱它為希望之城 但希望正在減弱 馬爾地夫前總統納希德 對於今年的COP26大會 有很深的期望 當山谷蕭死亡時 馬爾地夫島嶼就毫無防禦能力 當地一位環保行動人士 啟動名為 拯救海灘的珊瑚礁修復計劃 幫助馬爾地夫人保護自己 尤其是幼童 你的希望和夢想是 他們取得這個回復 和保護他們的島嶼 我希望他們會取得到島嶼 好 最好的防禦能力 是它的自然 保護海拔 我們不想要建造 壁圍圍圈 我們不想建造它 三個月後 世界最初 真正的城市 開始建造 這將會是一城市 不會想到海浪 因為 因為他們會一直在海上 馬爾蒂夫將興建一座永續漂浮城市 上頭有醫院 學校以及5000棟房屋 馬爾蒂夫正面臨三重生存威脅 珊瑚礁逐漸消失 海平面不斷上升 雨季和熱帶風暴變得更頻繁 不想淪為氣候難民 馬爾蒂夫努力自救 TVBS新聞綜合報導